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一点 人身是一个大补的中药 食用后可以起到补五脏的效果 对于一些久病体恤的人群非常合适 但对于本身身体没有太大的毛病 这时若是用人身来补气 可能会适得其反 反而会让身体出现很多其他的问题 此外 本身一些体内有内热的人群 则不建议吃人身来补气 这类人群往往会出现舌头发红 大便干节 以及小便短翅的症状 食用人身后会加重本身的症状 让体内的热气越来越严重 换句话说 人身这位中药 适用于一些体质特别虚弱的人群 对于普通人而言 没有太必要来食用人身 食用黄鳍就可以起到不错的养生效果 黄鳍具有益气固表作用 对于脾肺体虚人群而言 都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补充效果 相较于人身而言 黄鳍的补益效果没有那么强 所以适用于大部分人群 经常喝黄鳍的人 身体会给出一些积极的反馈 具体有哪些呢 一起往下看 二 每天喝黄鳍的人 可以得到哪些好处 黄鳍内含有黄铜类化合物 多糖类 造肝类 氨基酸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叶酸 维生素 以及核黄素等 这些物质在进入体内后 会给各个系统带来益处 具体包括 一 心血管系统 黄鳍内含有的黄铜类化合物 在进入人体后 可以让心脏的收缩幅度增加 心输出量增加 以及消除体内多余氧自由基 具有很好的强心作用 并且还可以起到扩张外周血管 降低外周阻力的效果 对于血压具有双向调节的效果 二 呼吸系统 黄鳍内的多糖 灶肝等成分 可以起到消除多余自由基的作用 主要基礼是通过降低体内 多余脂肪和饼二泉生成 还可改善一些肺原性心脏病患者的呼吸功能 让血液的粘稠度和肺动脉压力下降 起到不错的治疗效果 三 神经系统 上文提到 黄鳍可以消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 减少脂质过氧化物质的生成 对于缺血性脑足中 可以起到一定防治效果 对于大脑有保护作用 四 内分泌系统 黄鳍内含有的多糖类成分 可以调节胰岛B细胞 让其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增加 对于一些罹患糖尿病的患者而言 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 并且还可以双向调节身体的免疫功能 可以缓解肾脏疾病的进程 三 教你如何吃黄鳍 黄鳍的好处虽多 但是前提是要吃对 教你如何正确地吃黄鳍 如果吃法不对的话 很可能达不到好的养生效果 一般情况下 是建议在晨起早餐后服用黄鳍泡水 黄鳍补气固表 能让人气血旺盛 饮用后会更加精神 值得提醒的是 黄鳍的量并不是越多越好 每日使用的量应该保持在九克以下 大量吃黄鳍 反而会给健康带来负担 此外还需要注意一点 黄鳍并不适合所有人 孕妇湿热体质 以及肾阴虚的人群 都不建议服用黄鳍 孕妇服用黄鳍 很容易造成滑胎 而其他一些体质的人群 食用黄鳍 则会加重本身的不适症状 在生活中 要明确自己 是否合适黄鳍后再去食用 在食用时 还可以搭配上其他中药 可起到更好的养生效果 四 黄鳍搭配四味中药 事半功倍 此外 黄鳍除了单独饮用外 还可以搭配这四味中药 一 黄鳍加防脊 黄鳍具有补气运湿 益气固表的效果 而防脊 则可以卸降行水 运化水湿 两者共用 可以起到很好的 固表去湿 奏气行水的功效 二 黄鳍加玉米须 玉米须具有 消肿力湿热的作用 和黄鳍合用 可以降湿热 不伤症 补气不助湿 对于罹患泌尿系统疾病 以及气虚湿热的人群 可起到很好的疗效 三 黄鳍加山药 山药具有一脾气 阳脾阴 以及固精的效果 临床上一般会将 两药合用治疗 糖尿病和溃疡病患者 四 黄鳍加五加皮 五加皮具有 补肝肾 活血化瘀的效果 和黄鳍共用 可以起到 去风湿 一心气 以及强筋骨的功效 对于一些 心脏衰弱的人群 可起到 很好的强心效果 虽说黄鳍具有 很好的药用价值 且日常食用非常方便 但是 它毕竟也是药物的一种 日常药食用黄鳍 建议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避免药不对症 反而给身体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五十六岁的宋阿姨 上了年纪以后 也保养得当 可是就在不久前 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手上开始长斑 起初她没有在意 但是直到脸上 也发现斑以后 她就开始慌了 不是别的 这些斑正是老年斑 宋阿姨对此 又焦虑又烦躁 因为一直很注意 外在形象 觉得自己长了老年斑 就要被叫做黄脸活了 于是 她开始不愿意 见自己的朋友们 一直把自己闷在家里 又因为心情烦躁 经常对着自己的丈夫生气 导致宋阿姨的老伴 也郁闷至极 随着年龄的变化 一到中年过后 人面临的就是各种衰老迹象出现 最明显的是 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 斑点越来越多 面对这样的变化 很多人心中也同样很是胶着 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一 老年人的老年斑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这么认为 只要是老年人都会长老年斑 这是非常常见且正常的事情 不必太在意 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但一些中老年人 也会慢慢地就长一些出来 是否需要重视呢 我们一起看看老年斑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年斑通常长在人的脸上 双手 双手臂 脚背上 一般多见于日晒的部位 表现为大小不等的浅褐色 或者深褐色斑 没有高出皮肤的表面 没有角化发生 这样的老年斑 我们称之为老年性雀斑 当然 并不是老年人才会有 一般在五十岁左右 就会逐渐出现 特别是经常在日光下 日晒劳作的人更多见 这样的老年斑 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根本不需要过多地去想着治疗 可能一部分有条件的女性 会觉得影响自己的美观 想着去城市处理 而另一种情况 是斑块或秋枕高出皮肤的表面 呈浅褐色或者浅黄色 随着皮肤的老化而逐渐明显出现 是一种皮肤角质性良性肿瘤 常称之为脂液性脚化病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治疗 应该予以重视 二 老年斑有些什么症状 一般多耗发在面部 手背 脚背等日光容易暴晒的位置 刚开始仅是浅褐色或浅黄色的斑块 表面光滑 界限相对清楚 略微有部分狡化发生 若是稍不注意 随着年龄的变化 斑块会逐渐增大 表面会从光滑 逐渐变得粗糙 颜色加深 可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搔痒或疼痛 更需要警惕 可能有其他恶性肿瘤的发生 三 哪些因素会导致长老年斑 其实任何肤质的人 都可能出现老年斑 相对而言 更常见于皮肤颜色较浅的人 但确切的病因还不十分清楚 可能与年龄 日晒 遗传 感染有关 一 年龄 随着年龄的变化 老年人的皮肤也随之老化 一般到五十岁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 都会出现老年斑 二 日晒 长期在日光下日晒 紫外线的照射 可以加速暴露部位 面部 手臂 脖子等的皮肤老化 三 感染 一部分老年人自身抵抗能力下降 容易受病毒清洗 而损伤皮肤角化细胞 四 遗传 部分人也有遗传的倾向 可能在年轻时就会出现 具体的发病机制尚未清楚 可能与细胞的缴化 分泌 色素异常有关 这个问题困扰许多种老年朋友 那么长老年斑时 应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制衡为大家带来能够消除老年斑的一些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四 长老年斑的应对方法 一 通过物理治疗 冷冻疗法 常用于单个老年斑 一般利用液氮涂抹老年斑上 使多余的黑色素破损 愈合之后皮肤的颜色会变淡变浅 当然需要多次处理 不然单次容易有残留 激光治疗 激光治疗是目前用的最多的方法 医生会根据你的皮损情况 选择不同类型的激光处理 二 药物治疗 在选择物理治疗之后 常会有一些局部皮肤不良反应 往往会配合药物治疗 皮损起效会更快更好 三 日常生活管理 对于老年人 要想抗衰老 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管理 除了自身的心态外 还得注重合理饮食 营养均衡 勤洗澡 勤保湿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些人不太注重自身的卫生 但如果卫生条件不好 抵抗力相对差 就容易感染 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燥等 所以要经常洗澡 对自己的身体 擦一些体乳保湿 对皮肤的色素沉着 均是有帮助的 利于老年般的淡化 五 生姜搭配三物 轻松去除老年般 老年般是常见的老年人疾病 却又难以治疗 而饮食疗法 是治疗老年般的一个很好途径 一 生姜蜂蜜茶 人体内的自由基 是一种衰老因子 它作用于皮肤 会引起绣斑 而生姜正是除锈高手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蜂蜜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C等 对自由基 有着很强的杀伤力 长期坚持服用生姜蜂蜜茶 不仅能从一定程度上 防止老年般继续生长 而且还可能使已经出现的老年般 渐渐变浅 缩小 制作方法 取适量鲜姜片 放入水杯中 用200到300毫升开水 浸泡5到10分钟后 待水温冷却到60度以下时 加入10到15克蜂蜜 搅匀饮用 注意事项 生姜具有发散作用 年老体弱 喉痛 喉肝 大便干燥 肝功能不全者不宜食用 二 红糖润肤茶 红糖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维生素 氨基酸 苹果酸 柠檬酸等物质 是合成人体蛋白 支持星辰代谢必不可少的基础物质 多吃红糖 不仅可使皮肤光滑 还可促进皮肤的星辰代谢 如果想要改变辉煌的脸色 建议你来尝试一下红糖润肤茶 制作方法 取生姜两片 红糖30克 沸水冲泡后 加盖5分钟即可饮用 每日一剂 会让皮肤变得干净透亮 粗糙的皮肤 也会恢复光泽 注意事项 紫茶效果虽好 但糖尿病患者需慎用 因为该饮料含糖较多 可致糖尿病患者加重病情 三 绿茶生姜水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不会调理器械 运动量还少 这些因素 会造成老年人身体上 有血淤现象 如在体内 则影响脏腑功能 在体外 则影响皮肤的正常功能 形成老年斑 绿茶可降低人体胆固醇 和甘油三支的含量 另外 绿茶中还具有 防止血液氧化的作用 预防血压血糖的升高 让血液循环更加顺畅 如果身体有血淤现象 可以尝试此方法 每天来一杯绿茶生姜水 就能改善你的心脑血管 及外在皮肤 制作方法 准备适量绿茶放入碗中 然后倒入开水 待茶叶快展开时 把水倒掉 加入五克生姜碎 倒入开水碗中 待茶叶都泡开 水温差不多六十度时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注意事项 发烧 肠胃不好 特殊时期不宜喝此茶 饭前不宜饮茶 饭后即立即喝茶 正确的方法是 餐后一小时再喝茶 很多中老年人 由于平时不注重养生 再加上生活压力大 体表会出现许多老年斑 俗话说 预防胜于治疗 以上关于延缓 去除老年斑的生长食疗方法 非常简便实用 不妨试一试 老年斑并非一定得治 但为了自己的身体 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自身的行为习惯 至少能预防老年般的 加速发展 对抗炎脂衰老是有好处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感谢观看